未來測大海卻少了繽紛珊瑚點綴 只剩下單調死白 這是2021年珊瑚大量白化的狀況 只要海水溫度在29.5度以上 珊瑚就有白化危機 而2020年就曾高達三成的珊瑚死亡 甚至今年狀況可能更嚴峻 那通常我們可能5月或是6月的時候 歷年來大概那時候 其實都會有颱風出現 然後颱風的話就可以幫助 那個珊瑚降溫 這個海水會幫海水降溫 然後降低珊瑚的熱壓力 那所以既然一直都沒有颱風 那表示珊瑚其實一直被熱水 被那個超過它耐受溫度的熱水來阻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紀大氣總署 檢測熱壓力來看 7月16號嘉義周圍出現一級警戒 有珊瑚明顯白化 但過了四周後 全台周圍都會進入一級警戒 9月中更升級到二級 會有大量珊瑚死亡 首當席衝的就是墾丁 小琉球和南方四島 如果未來幾年高溫持續 珊瑚恢復速度 將無法感受白化速度 在很早期以前的時候 他們做出來的研究 可能每十年才會有一次大白化事件 然後可是慢慢的縮短 造成六年 然後從大概2016年開始 就有第一次的連續兩年 尤其是在大寶礁 它連續三年都有發生白化事件 那其實是非常嚴重 因為你就想像 你可能剛被燙傷 你都還沒有恢復 下一波熱水又潑上來了 高溫環境壓力破壞珊瑚 跟共生澡的共生關係 一旦海水遲遲無法降溫 不只會導致珊瑚礁生態系 漸漸漸萎 恐怕也將迎來生態浩劫 發生將來成為台北朝暴動